中年会发胖的四个真相 中年危机不仅仅是工作上的 身体上的也是一种危机 其中就有中年发福的说法 这是因为很多中年人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身材都会走样 腹部的脂肪会越来越多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一 年纪的增加 基础代谢变得比较差 这就容易导致脂肪的堆积 吃进去的食物热量没有更好的排出 这样就容易发福了 原因二 长期饮食习惯不合理 中年人随着工作的需要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应酬成了很多人普遍存在的情况 经常暴饮暴食 过多饮酒都会导致肥胖的问题 原因三 缺乏运动 中年人的活力没有年轻人那么好 而且到了中年 不是忙活家里的事 就是忙活公司的事 原本打算一周活动三次 结果变成了一年活动三次 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原因四 慢性疾病导致的肥胖 有些中年人本身存在一些慢性疾病 在服用药物的过程中 这些都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情况 同时也会影响自己的食欲 比如抑郁症 躁郁症等 这些疾病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会因为药物的作用而产生食欲过旺的情况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到了中年都会发福 但是不得不承认 现在中年发福的情况已经变得很普遍了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身材还是为了健康 其实都有必要去改善这种问题 如想改善中年发福 看看专业人士的方法吧 方法一 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许多中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很理想 应酬多 喝酒多 抽烟多 这些都是普遍情况 如果不加以改善 那么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都容易出现 而且也会出现中年发福 及时减少这些不良习惯 才是关键 方法二 适当地提高运动效率 原本一周运动三次的计划 还是要去做的 如果觉得没办法坚持 或者怕耽误工作 也可以直接组织公司内部员工 当作一种集体活动 这样也可以成为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 每周可以有意识地组织大家爬山打球 节假日的时候组织一些运动比赛也可以 方法三 经常按摩 中年人的脂肪含量一般都是比较高的 经常定期做按摩 可以提高减脂的效率 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对中年发福的问题 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 中年发福 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要想改善这个情况 不仅要先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同时还要注意适当的运动 保持良好的心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